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那你都吃开饭了 你才告诉我 那说明你机里就没有我吗 你就没把我当回事啊 不是那我同学聚过会什么的 对不对 那我什么事我还都跟你报位吗 开饭人也没有这么看的 那问我 他说你在哪呢 我说聚会呢 朋友在一起 他说那你把位置发给我一下 那我就发给他吧 视频看我还不行 还要看看周边的环境 那你弄的就说白了 不是我一个人两个人 很多人都在那 他看完之后会怎样呢 我旁边坐过女同学 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要跟女的坐一起 就是弄得我和那个女同学 特别尴尬 本来没有啥事 都是同学在一起聚会嘛 不是那你俩有什么尴尬的呀 你再说了 你有女朋友了 你没告诉他吗 你为什么不爱男同学坐呀 你非得爱女同学坐 不是那谁上学的时候 没有个异性的同桌了 对不对 那说白了 爱一个男女坐一起 能有什么事 那谁知道 你俩以前是怎么回事呀 也许你俩以前上学搞过对象呢 没准在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还想再去前缘呢 我俩真有啥事的话 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吗 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人家现在不是都有一句 那些话叫怎么说来着 那个同学聚会 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吧 那他自己就不自觉 你为什么就不爱着男同学坐 非得爱女同学坐 我觉得就是你多虑 你明白吗 我也不知道是 我哪做的不对了 让你有这么多想法 就真的主人就说完了 两个情侣见面 本来我俩就是异地 对不对 那时间长没见面 俩人见面 他第一件事 先把手机拿出来 从相册到短信 微信 挨个看一遍 这是干嘛呀 那我就是想看呀 那我也让他看我手机呀 我给他呀 他也不看呢 不是 你干嘛对自己 这么没自信呢 不是 我没有自信 我就是觉得吧 那你说 你手机里面 要是没有东西的话 你可以大大方方 给我看 对吗 不是看到了你会怎样呢 我们假设他里面有东西 你会怎样 分手 我就是想 分不分手吧你 没想过那一点 对呀 有了都没想过要分手 你看他干嘛呢 但是我就是想 基本信任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焦虑在哪了 我就是想知道 就是我不在的时候 他都跟谁聊天嘛 你为什么这么 不相信这个男人 那你跟他谈什么恋爱 我就觉得吧 他就嫌弃我了 你知道吧 他咋嫌弃你了 因为我之前嘛 我之前不是也试炼过一次嘛 然后那段时间 我就是特别特别伤心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 我就开始吃 什么长胖吃什么 就以前不是也训练嘛 然后自己也控制 那个身材 就是什么东西 就油炸的 什么都吃不上 然后我那段时间 我就使劲硬吃 就把自己吃胖了嘛 然后现在就是有点 身材发福了 然后他呢 他跟我说话那种口气吧 他就说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你赶紧减肥吧 你就催我减肥 其实我胖 这一点我自己心里明白 但是呢 他说话那种态度 就让我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他还跟我说了 说你看你现在的身材 跟你的职业 一点都不符 那我当然就 我就生气了 不是呢 减肥这事 不也是你刚开始 你提出来过吗 那你现在你自己 你减不下来 那我督促督促你 怎么了 你督促我 又有那么督促的吗 你给我买一个小马衣服 你这不就明摆着嫌弃我 明摆着刺激我的吗 不是 我这叫怎么刺激你啊 对吧 那你本身 你说减肥这个事开始 到你说 你在减肥过程当中 半年了 从130斤减到150斤 你说我再不想想办法 督促督促你 那你再有个半年 你不得长到170下 那这个也是说白了 变相激励你的 一个减肥方法吗 对不对 拉倒吧 你说的是变相激励我 谁知道你跟你朋友 在背后是怎么说我的 我说的是变相激励我